大家好,其实16号这一天,就是前天 网上有一种消息说马云在阔别中国很久之后又回去了 我当时想的是马云你是不是活腻了呀 你这个二百五,你这个傻叉,回去干嘛呀 习主席弄死你 我今儿个早上我看到了一篇文章 我发现我是屌丝,马云是牛逼人 他里面有人的,他应该是得到了内部的情报 说北京这边的兄弟告诉我的,习近平不行了 没说习近平要死了,说习近平不行了 你可以回来了,是很高很高级别的一个人 给马云丢的画,马云在日本嘛,是不是 马云在日本距离东京大概一个小时 车程有一个如风景如画的一个小镇 非常的漂亮,在那里买了豪宅 他天天在那里,这个是无所事事啊,活得无聊 听到这个北京这边有人跟他担保回去了 说习主席不行了,真的回去了吗 我当时是这么想的,真的是不是活腻了呀 现在看来习主席,习主席可能真的不行了 马云真的有内部的情报 马云是什么一回事,我是不大知道啊,但是我今天看了一篇文章 他就讲什么呢,就是我一看就知道啊,这是一批这个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年名写的 声讨习主席这十年来,对民营企业的破坏 对经济的破坏,那绝对是一篇讨习戏戏文 现在中南海呢,蔡奇呢,忙着这个旧习主席 来不及管这些个事情,往新搬也睁一眼,闭一睁一眼 这用文章转的不要不要的,写的非常的好啊 那我在分享这些文章之前呢,我要跟大家讲一讲 这块是我很熟悉很熟悉的啊 熟悉我都知道啊,我对中国的企业界的事是非常了解的 中国的企业家,它是有很多个联合组织的 比如说中国企业家论坛 北京有一个杂志叫中国企业家杂志 它有个中国企业家论坛 中国企业家还有几个论坛 比如说这个叫亚伯宁论坛 它也叫中国企业家论坛 那纽传志马云他们还搞了一个牛逼红红的 中国企业家什么泰商会 什么王石啊,纽传志啊,我们马云都在里边 就这种类似的企业家的联合组织啊 非常的多 他们经常会集体的发出某种声音 传递他们的信息 试图与这个中共的高层沟通 我对这块是很了解的 尤其是你如果看过我的百年经济史笔记的第二卷 倒退的民国 里面有关于当年的上海滩的企业家 他们是搞的这个什么同乡会呀 什么产业会呀各种上海滩的各种企业家的联谊组织 联合组织 他们当时的联合组织流逼到什么程度呢 就连这个财政部的部长 这个政务院的总总理都要去新常跟他们在一起开会 请教他们他们既可以控制人事 当然更可以控制钱 这是一批很牛逼的人 这是中国企业家人有钱以后 他们的传统他都爱搞这些事情 有一段时间胡锦涛搞的时候 北京到处都是各种各样企业家的联议会联合会 我觉得挺好的啊 我当时是对这样一种现象 我抱以极大的期待 我心想是每一个企业家的联合会 每一个企业家组织 它都是一个分散秩序 它可以有效的分散中共的大一统的权利 把市场这块通过市场化的方式把它搞起来 这是很好的事情啊 所以呢 我今天看到的这篇文章大概其实这么一个事情 我现在跟大家分享一下啊 它是不是所有人啊 都像做数学题一样的赚钱 大部分是像我一样啊 这个这个 说十年前的金粉早已飘散 是不是 说3W咖啡店门店紧闭 创业大街 新宠式硬科技 投资人冲到高校实验室 什么狂飙已成往事 十年后所有的人都已经躺平了 说这个是从日本归来的马云 在内部的信中说时代变了 我们要跟上时代 说今天的十年前所有人都是在创业 十年以后所有人都躺平 北京这两天出现了一篇文章 也是一篇这个体制内的文章 是人民日报写的一篇文章 非常的让我震撼 他说现在党政干部躺平 才是最危险的事情 你说你企业家躺平 创业的人躺平 年轻人躺平 是吧 男人躺平 女人躺平 可以理解 你这个共产党的高级干部 省委书记 市委书记 你居然都躺平 几个意思 十年以后 真的是 大家都在躺平 说这个今年年初 94岁的吴金莲 发文称 最重要的不外乎是两条 坚持改革 继续开放 十年以后 万科因资金紧张 王石放弃了千万退休金 楼失事风生 赫逆房地产价格已经腰斩 有些地方膝盖斩 被房价套住的中产阶级一夜反平 据这个大数据得知 全国征信系统 8623万人 有严重不良征信的记录 发拍房和 市信被执行人员的名单 有1687万人 每天新增加1万人 好多人都跳楼 十年后的今天 地方债超过130万亿 现有的财政收入 每年还利息都不带够的 十年后的今天 中国供养的公务员 已经达到8000万以上 超过世界各个国家公务员的 总数的50%以上 国家财政摇摇欲坠 百利心负担沉重不堪 十年后的今天 外资企业大量撤出中国 浙江省不算其他行业 仅制造业企业务工人员 就减少16万人 如果统计一下全国 那一定是一个天文数字 十年来 年年吹嘘粮食大丰收 但是粮食自给率却逐年降低 粮食进口增加 2024年南老北汉 到年底又肯定是一个大丰收年吗 说十年以后的今天 中国青年的失业率 屡创历史的新高 年年攀升 北京大学教授张丹丹发布的 2024年中国青年失业率是46.5% 虽然中国后来终于公布了一个修改的数据 但是大学毕业期失业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至年招聘大数据统计 2024年中国 1179万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率 为55.5% 而且这个55.5%还包括了这个快递 外卖网约车保安守桥员和自由置业 那基本上是没有人就业呗 就只有一种人就业 就是如果你有幸考进的公务员你就就业了 其他的都没就业 因为快递外卖这个有一搭没一搭的是不是 就是不算正式就业就临活就业 接近一半的大学生成为家里的这个负担 啃老一族 十年前的夏天 王石带着他的田小姐去云南 挨脑山拜访楚石剑 老人家穿着圆令衫黑裤子 在村口等候十年以后 这个民营企业家的一代长者驾河唏嘘 往事不堪回首再回首只是怀念 我以我对中国企业家的各个团团伙伙的了解 这篇文章应该是他们搞出来的 应该是他们在抱怨习主席这十年来开倒车 把中国的民营企业搞死 这个叫做联名发文声讨习近平十年对企业的破坏 我们一定要记住 有几个数据你要心里明白 中国的财政收入75%是民营企业提供的 民营企业如果都死了 中国的财政收入就少了75% 国企是没有什么财政收入的 国企都是亏损的 中国的就业 每年的就业92%是民营企业提供的 国企只提供的10% 8到10 你就看这么两个数据 你就知道民营企业如果垮掉了 当然括号这个民营企业 你还有一个有一个有一个东西 就是外资企业也算民营企业 就他就这么大的比例 如果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同时歇菜 如果企业家都同时躺平 中国将一瞬间就失去了80%的财政收入 就失去了90%的就业的岗位 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数据 所以中国这个国家就是这样子的 你必须要搞民营经济 中国的民营经济用我的话讲就是刚刚开始 中国的民营经济刚刚闻到一点点什么叫做企业的味道 闻到一点点市场经济的味道 现在又来了一个习近平 那你说你如果是一个企业家 你会怎么想 你会非常愤怒 所以我可以以我过去这么多年的研究 所保证 这篇文章一定是善者不来 来者不善 他们一定是得到了内部的情报 因为他里面反复的用一句话 十年以后十年以后十年以后 他那样的十年以前是习主席刚上来的时候 这明显的是一篇声讨习近平的战斗戏文 是不是 是基本上是破口大骂 中国的企业家一定要有担当 你如果怂是没用的 你躺平是没用的 你必须要说尝试 在这个意义上我是很喜欢马云的 马云在自己顺风顺水的时候 他是能够说几句话的 这个人中国上下五千年就出这么一个人 所以我认为马云如果真回去了 他其实是可以搞点事的 是可以像美国的川普一样搞点事的 这个人的嘴皮子可以 这个人的尝试也可以 关键是你不要怂 民营企业家站出来挑战 挑战这个公权力 挑战习主席 挑战党中央 对所有人都是一个好事情 加油